近日有一棵老榕树正在进行外科手术 而里长林彦甫也表示在手术期间 外围的护栏以及周边的交通管制 都会做好相关的措施 请民众不用担心 台东三角公园里头有许多老台东人的回忆 近日里面的一棵老榕树正在进行外科手术 该里的里长林彦甫也表示在手术期间 外围的护栏以及周边的交通管制都会做好 请民众不用担心 现在外科手术时程大概两个星期 那宫崎的部分 第一个我们的外围的护栏我们一定会做好 还有包括就是周边的那个交通管制 这个我们都会去做好 就是避免发生意外 那主要的那个主体的那个资深架构 我们都先做起来 就是避免它挡杂 对于这次赫根病疫情 民族里的里民也自发性的对这棵树伸出援手 就是希望可以留下它 我们的里民就是自发性的 自发性的对这棵榕树伸出援手 因为这棵榕树在我们的民族里 已经有很长一段历史 那也是陪伴我们从小一起长大的一棵树 有很深厚的地方情感 而现在这棵漂浮的树对于该里也有更多的意义 它会各样有教育性质 我们这边有很多学区的学童 我们都会以后可以在这边办一些教育性的活动 让这些学童制造成我们大自然的重要性 还有就是这些我们故事 就是那些故事的过程 给它们一些奇察性的教育这样子 期盼这棵老榕树能够再继续健康的在这个地方 带给民众更多新宇宙的记忆 记者晨如台东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